好 约翰十三章 这是神的恩典 因为我这个礼拜三就去美国 要在那边探亲 同时最主要我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聚会 是美国的加州 北加州湾区有十几二十个教会 联合的福音营 他们会租一个大学 然后吃饭 住在那里 有三天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我要去讲 接下来我会到多伦多 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城 那么要去讲几天的布道会 还有再跟一些神学生上课 上什么课 教他们怎么样布道 所以好不好 请大家为我祷告 我会到时候把我的行程给宇珠 请他转给大家 好不好 因为我跟百人没有 我们不是一群的 我没有参加你们的群组 OK 我们属于不同的群的 因为我专门找秃头的成为一个群组 好 我们打开约翰的十三章 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 请看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约翰约翰十三章 三十六到三十八 请问你们是第几页 一五一 我们一起来读三六到三八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请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啊 我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去的地方 你们现在不能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彼得说 主啊 我为什么 我愿意为你舍命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是在告诉你 基教以前 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啊 你到哪里去 耶稣应该怎么回答 我到天堂去嘛 对不对 耶稣有没有回答 没有 说什么 我要去的地方 你现在呢 后来呢 那彼得马上 这个大嘴巴 就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去 耶稣有没有说 Jodomade 等一下 没有 耶稣非常有智慧 常常回答 人家问题的时候 有一些不回答 你自己去想 我年轻时候 喝一种饮料 大家有没有听过 可尔比斯 他当时的广告 是初恋的滋味 你记得吗 如果你记得 就跟我一样老 你赶紧摇头 你们是虚假的人 现在有这个 但是没有初恋滋味 这句话了 我们小时候吃 叫鲜霸王酱油 叫清水变鸡汤 那时候有广告 初恋的滋味 我就问我自己 初恋滋味是什么呢 我一直不知道 一直等到 我认得我女朋友 才晓得初恋的滋味 今天 主啊 我为什么不能去 为什么讲这边道 去年的12月19号 我去荣总做超音波 12月29号 荣总医生告诉我 你的胰脏上有个肿瘤 0.8公分 那么1月6号 我就做了电脑断层 到了1月10号 我去看内科的 这个一个郭医生 他说 你不是胰脏发炎 我现在往胰脏癌方面 帮你追 我太太在旁边 跟了一句话 她说我先生最近 有一天晚上肚子痛得很厉害 这个医生说 如果肚子痛 就是胰脏癌的末期 这个医生对还是不对 对 因为医生有责任 要把病情告诉病人 不过他说可能 疑似这样就好一点 听懂吗 那时候并没有最后的诊断 把我太太吓住了 我是没有吓住 因为处便 装进 所以现在供机扰台 我一点都不怕 1949年 每天晚上广播 学习台湾 每天晚上防空演习 我师大夫中的 整个操场全是防空好 然后躲警报 后来因为地下水的关系 在那里养鱼 后来就改口 叫学习台湾 本来是学习 你怪我国语不好是吧 学习 这可以了吧 我又不是从香港来的 听懂了吗 我不是像有一种人 从香港来的 你还到现在 也熬到长老了 OK 我太太说 如果是末期 感谢主 到了最后判定是水炮 水炮 虚惊一场 对吧 对吧 那我就问主说 我那时候已经跟我太太说 我已经准备好去见主了 70岁以后 人生不知道明天怎么样 对不对 是吧 因为我们一生年人7080 而且还有一句话 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 有人猝死 早上起床就早就走了 才58岁 所以呢 我就常常这几年来 就每天预备见主 那我跟我太太说 我已经预备好去见他了 我想他会很成战 对不对 他把我骂到臭头 说你只想到你自己 他就哭了跟我说 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我说你不早讲 结婚48年第一次 冷面杀手 以后我也流了眼泪 说我不能没有你 婚姻现在很美满 我们大家在演歌仔戏 杨丽花 神为什么留我在地上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去 彼得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圣经请问你 有没有长寿的应许 大家说 其实你发现很矛盾 使徒行传20章 17章26节 上帝从一本 从一个人造出万主人 住在全地上 注意听 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何所住的疆界 换句话说 我们活在地上多久 谁决定 上帝 活哪大的范围 谁决定 上帝 1949年来台湾 我们家旁边有块地 太孙街 50号21号 旁边23号 有块地 300平 地主问我妈妈说 范太太要不要 一瓶20块 我妈妈说 不要 为什么 一年准备 二年返工 三年少当 五年成功 有吧 以后我每次跟妈抱怨 你买了我就发了 有没有听懂 听懂吗 我们以为在台湾住五年就走的 没有想到今年69年 我也是台湾人 我饿台湾醉 我吃台湾米 我也是家港台湾人 我爱台湾 话听我们将界定准我们年限 生有时呢 传道书第三章 那么我们命中注定 但是有没有可能延长寿呢 有 有 我们来看几处圣经 你们想不想延长寿 不想我们就不要看 这很简单 要不要 而且不仅长寿 而且健康 要不要 你们眼睛都会发亮 OK 我们来看 真言的第三章 一二两节 那么请你把约翰福音的13章 不要合起来 我们等一下回到我们的主题经文 大家来看 真言 旧约的真言 第三章 谁翻到 谁先告诉我们第几页 好 七六七 三章 我们来读一二两节 就是延长寿的应许 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两节 请 你不要我的法则 你先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 生命的年数 因为他必将什么 加给你 长久日子加给你 第二呢 生命年数加给你 第三呢 但是有没有条件 你要谨守他的诫命 所以敬畏神的人 可以延长寿 上帝没有答应我们每个人都长寿 但注意听 神却让我们延长寿 譬如说 上帝划定他四十岁 他可以活五十 五十可以活六十 我们再看四章十节 真言 四章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请 就比什么 当然还有啊 孝敬父母 就比长寿 那个长寿也是延长寿 因为生有识 死有识 所以圣经里 所有的长寿 都是延长寿 诗篇三四篇 有人想得享美福 得享长寿 他要禁止舌头 不说鬼之二的话 所以圣经有没有延长寿 有 有 那么彼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很简单 请问你 彼得有没有经历 登山变像 有吧 耶稣到山上 变了形象 他把天国 暂时显给了三个人看 这是特别的恩典 我们没有问的 哪三个 彼得 雅各 约翰 耶稣变像了 当时天堂 临时降临到地上了 彼得说什么 这里真好 我们搭山做棚 对不对 有没有PM2.5 没有吗 对不对 在这里真好 结果他又被上帝责备了一顿 哇 以后 耶稣就下山了 为什么 还有人要 有福音要传 有病要医 有工作 要做 所以彼得非常羡慕哪里 他最后被圣灵末世 写了彼得后书第三章 那个地方叫新天 新地 第三 那个地方叫圣城 第四 那个地方叫天国 第五 那个地方叫乐园 第六 那个地方叫更美的家乡 那个地方叫住处 耶稣说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在我家里有许多住处 那个住处就是豪宅 所以彼得非常想去 那个地方好不好 保罗去过了 回来讲一句话 好的无比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彼得很想去 约翰想不想去 启示录 他这样讲 证明这事 说是的 我必再来 阿门 主啊 愿你再来 因为再来的时候 新天新地就降临在地上 保罗愿不愿意去呢 非常想去 他在菲律比书第一章 他说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收获 但是我在肉身活着 若成就我肉身的果子 我就不晓得该挑选什么 因为我宁可离世与主 好的无比 但是留在地上 跟你一起追求 更是重要 所以我们有把握说 上帝把我们留在地上 干什么 工作没做完 功课没学完 彼得如果耶稣死的时候 他也死了 跟耶稣一到 到殿堂去了 请问你 他三次不认主 那个功课怎么办 荡掉 开出 感谢神 让彼得有补考的机会 对吧 使徒行传十二章 西里王杀了雅各 所有使徒里最先死的是雅各 为主殉道 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 三道铁门 四班兵丁 两条铁链 彼得被关的时候 两个兵就在他旁边 大家练在一起 我们说 差次 没有想到天使 第一个 把灯光照他 通常我们睡觉 如果有灯光 有人会醒的吧 对不对 对不对 彼得没醒 对不对 然后叫彼得 对不对 对不对 彼得要醒一醒 彼得说 Leave me alone 到最后没有办法 天使 拍彼得的肋旁 彼得是医生 晓得男人 最敏感部分 什么地方 这里 我如果躺在上赖床 我太太哈我这里 投降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彼得 这个时候 学会了 吸引性的功课 不再惧怕 明天要砍脑袋了 今天好像睡得好 他这个功课 补考及格了 如果彼得 就在耶稣复活以后 升天 彼得跟耶稣一起去了 请问 有没有耶路撒冷的教会 没有 耶路撒冷教会 谁开始的 彼得 使徒行乱第二章 他们祷告祷告 圣灵就降临 像什么 像火 像什么 像风 像什么 像舌头 舌头用来做什么的 讲话 所以他们就说起 别国的话来 你懂我意思吗 这叫方言 吴永长老有这个经验 他有次去 这个 对不起 南美这一个国家叫 对不起 巴西 巴西人讲什么话 巴西话对吧 到底西班牙葡萄牙 我们公投 葡萄牙 你不要糊弄我 你还有说西班牙 你一口烂牙 吴长老不会讲 葡萄牙话 那天翻译没来 他就用葡萄牙话 讲了一篇道 以后又不会讲了 这叫方言 他有一次 他自己亲自讲 你去看吴长老的 不灭灯火 他去香港 他不会讲广东话 他不像另外一个长老 听懂吗 国语里面都有广东音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个工作在门口 广东 OK 吴长老用广东话 讲了一篇道 以后又不会讲了 这叫方言 我有一天有这个经验 有一个好朋友的妈妈 八十几岁了 只会想台湾话 不会讲国语 一句都不会讲 从南部来 那么请我在 大家小朋友 有一个叫兄弟饭店 二楼吃青州小菜 有吧 我喜欢 为什么那个西饭 伊甫人多少钱 尽量吃 不吃白不吃 还有地挂 跟他传福音 那天我用台语 跟他讲福音 比国语还六 哇 自己都吓一跳 这是我吗 最后他信主了 现在又不六了 有没有听懂啊 听懂吗 所以如果彼得 当时到主那里去 好不好 好的无比 请问你有没有学 信息的功课 没有 有没有耶路圣教会 大家说 没有 没有 所以感谢主 彼得该死的转死 该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 才离开 第一 我们知道 这是彼得 这是彼得 对吗 对吗 约翰长寿还是要求 活了九十几一百岁 为什么活那么长 使徒里面最短命 我们知道是雅各 约翰为什么要活得长 有好几个理由 第一 你说 谁说写起事录 你说 那你来讲好了 写起事录 没有起事录 我们不晓得天堂多美 刚才选的这个喜英文 谁选 哪一个小文 还有卢文 这也是小文 小文你选得好 这就是我要的经文 感谢主 我们给这个姐妹一个赞 都是他选的吗 哇塞 那你以后来讲道好了 感谢赞美主 新天新地 好得无比 珍珠 一个门成长 就是一个珍珠 真是路平专案 黄金铺的街 对不对 我现在骑摸车 经过光复南路 我就通通都什么路平呢 我一点都不平 我路见不平 拔刀相中 哇没有眼泪 没有死亡 对不对 有没有衣服穿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有没有饭吃 你们不知道 天国有没有饭吃 不知道你们禁食祷告 而且禁食到永远 哇你去妹登峰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羔羊的婚宴 生命水的河 十二个月 结十二样水果汁 每个月结新果汁 没有眼泪 没有疼痛 有没有动物 三羊羔跟熊住在一起 感谢上帝 我们在天国里讲什么话 天国的话 你讲神话 清洁的言语 西方牙书讲了 我们将来的语言一样的 因为巴别塔 把人的语言混乱了 感谢主 所以约翰写了启示录 第二个原因 要不要听 要不要听 写了伟大的约翰一二三书 尤其是约翰一书 他补充了约翰福音的不足 第三 记不记得在十教上的时候 耶稣对他母亲说 看你的儿子 有没有 他对谁说 看你的母亲 约翰 耶稣把照顾妈妈责任 交给约翰 如果约翰早就死过 那约翰的妈妈谁照顾 所以神把我们留在地上 有目的 绝对不会白留 对不对 最近很讽刺吧 有个人叫傅达仁 有没有 有个人叫孙岳 有没有 在常理 我们说常理 不是正理 请问哪一个应该先死 傅达仁安乐死 去了瑞士 已经经过通过了 在等死 现在还在活 有没有 有吧 今天早上我还看他照片 孙岳呢 5月1号走了 孙岳还去为傅达仁祷告 有没有听懂 求主医治他 其他活长一点 结果为人祷告的是短命 听懂了没有 87岁也不算短 你就看见一件事 孙岳已经走完 他人生该走的路 他活得很精彩 上帝让他去 上帝说 你现在可以来了 对傅达仁说 你还不能死 你以为你想安乐死 你一点都不安乐 我们一直为他祷告 因为安乐死 我个人看 并不合圣经的旨意 因为我们不能决定 我们自己的生死 谢谢主 保罗感谢主 耶稣基督 他也是一样 不该死说他不死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经文 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二十五节 这是他第一次讲到 在犹太人的会堂 他引用旧约 以赛亚书 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八十六页 他讲什么呢 我今天不念了 从十八节开始 一直到第二十一节 他引用旧约 以赛亚对米赛亚的预言 讲了一篇道 讲完道以后 大家的反应蛮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节 大家来读二十二节 请 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我们来看 这个犹太人翻脸 像翻书一样 我们来看二十八节 我们来读二十八节 大家来读二十八到三十 请 他们带他到山海 把他推下去 耶稣从中间他们执行 他们要把他推下山 耶稣有没有说来来来 早死早活 早升天 早再来 有没有 这时候该不该死 还没有讲完道 还没有做完事 还不能说成了 所以他没死 接下来我们又看前面 就在这一章 魔鬼有没有试探他 请我们来看 就在这一页 我们来读第九节 大家来读第九 第十节 第九到十一节 一起来念 九到十一 请 魔鬼又领他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得说 主要吩咐 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 耶稣对他怎么说 魔鬼说 你若上 你儿子可以从垫顶上跳下来 一举成名 耶稣有没有说 跳就跳 然后抱着魔鬼说 要死一起死 魔鬼不会复活 耶稣复活 我常想这个场景 如果我是耶稣 你如果神的儿子 可以把石头变饼 变就变 然后马上把石头变成饼 然后跟魔鬼说 你先吃 魔鬼一咬下去 我说变成石头 我用台语说 吹起龙魔 可以跳啊 魔鬼也会用圣经 经上基督说 神要吩咐他的指着 拖住你的脚 但是你看上下文 有特别的意义 不是随便跳 他就拖住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来跳啊 神拖住我们了 那荣老师先跳 因为我高一点 可能比较受伤少一点 不可以试探上帝 耶稣不该死的时候不死 一直到写 约翰福音十七章 耶稣最后跟上帝说 父啊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拖 又讲了荣耀 真的没办法 我刚会前祷告 尽量不要讲荣耀 主导文又提到荣耀 对不对 国度权柄 这个名字起得真好 对不对 刚来台湾 那个新疆省政府 还有个办公室 他的主席叫姚乐博士 他不是博士 他的名字叫姚乐博士 你不是让你去上Google 不该死的时候不死 最后上十字架说成了 现在可以死了 几岁 三十三岁半 为什么这么早就走 弟兄姐妹 耶稣如果多活一点 是不是多行一点神迹 对不对 多做一点上帝的功 多传点福音 多好 我碰不过这个问题 我们教会一个弟兄 真是没有看到 这么爱主弟兄 做初中团体的辅导 婚姻很没满 生了两个小孩 突然有一天 姜直兴的脊椎炎 就过世了 他的爸爸 范长老 你给我一个交代 我的儿子为什么这么着死 他儿子死了 跟我什么关系 我也不希望他儿子死啊 我们教会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同工啊 我说好 我在追世礼拜 给你一个交代 要不要听 有没有人因为读书 读得好 跳班 有吧 人家读六年 他五年就读了 有吧 你觉得这个很倒霉 还是很幸运 如果有人在地上 活得很精彩 上帝说OK 你早点上来 尸体反就这样了 尸体反是教会里面 七个指示的一个 对不对 他是做饭的 对不对 你知道尸体反多厉害 尸体反是教会 历史上第一个寻到的 他讲到 要不要看一下 他的一点点背景 要不要 连祭司都信耶稣 又能够行神迹 又能够做菜 红烧狮子头 当时有没有这道菜 没有 因为犹太人不吃猪肉 听懂吗 你上我的当 OK 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好 173页 我们先来看 尸体反不要讲别的 我们先看 对不起 第六章 我们先看第六章 第五节 尸体反是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是吧 我们来看第八节 这个人如果今天传爱之家 我们一定要把他当宝贝 而且是活宝 对不对 真的是宝贝啊 我有一天碰到 吴长老跟林道亮院长 两个在一起 我说你们两个老人家是国宝 好不好 他们说什么国宝 天国的宝贝 我对老人都有一点办法 我最近碰到彭梦慧 九十二岁 有没有 我主持直播节目 我说你像我妹妹 好高兴 反正没有标准答案 大家听懂吗 这个也没有说谎 因为这个是见仁见智 我们来看第八节 大家来读第八节 请 他能够行什么 大习是大神迹 甚至 我们一起来看第十节 大家来读第十节 一起来读第十节 请 他讲到怎么样 众人抵挡不住 圣经滚挂烂熟 你如果看第七章 他把整本旧约讲完了 而且很多祭司信主 大家来看第七节 大家来读第七节 请 像这样的 请问你 像司提反这样的执事 我们长是理讲 要活得长一点 对不对 又会行神迹 又会讲道 连祭司都信主 对不对 我到现在还没有 向和尚传福音 他信主的 我最多碰到和尚 他说阿弥陀佛 我说以马内力 我们光头就光头 司提反是第一个 寻到的弟兄 他说我看见天开了 人只站在上帝的右边 全本圣经只讲 耶稣到了天堂 只有这处讲 站起来 他坐在天父的 合理的推论 耶稣对司提反说 Steven Welcome home 生命不在乎长短 在乎内容 做完了就毕业 到天堂去 那里比这好的无比 所以留我们在地上 感谢主 第一个寻到的使徒 雅各 短命 最后一个离开主世界的 老约翰 长命 长命短命都无税 好命就好 对不对 大家说对不对 我们再看 宋尚杰 我佩服这个人 因为最近突然 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的日记被没收 他家人以为绝对没有了 最近又发还了 把他日记记下来 他每一天提名 为几百个人祷告 他1900年生的 我生了没 当然没有 你还要想 我真受不了你 你们长老是谁 他1943年就死了 只活了43岁 那一年 1943年我两岁 你听懂了吗 我没有机会看到他 他对福音的影响到今天 特别在南洋 在沿海这一带 尤其福建 是影响到现在 很多老人跟我说 他宋博士讲到我信主 起述十四章 那些在基督睡了的人有福了 因为圣灵说 他们洗了地上劳苦 下面一句话 工作的果效随着他们 圣经有一个很长命的人 但是这一生 我觉得过得很频繁 要不要看 生菜沙拉的表哥 叫马土沙拉 我们来看创世纪 你们一听我讲生菜沙拉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五章 22到27 我们来念一下家谱好不好 有一天我去三种传福音 好多年以前 有个上校 他生上校 所以他的叔叔送下他一本圣经 他不是基督 他说范长老奇怪 你讲圣经好有味道 我一读圣经就想睡觉 我说哪一章 他说马太第一章 听懂了吗 耶稣的家谱 他说我还没有看到耶稣 我就睡着了 我说你睡不着就读这一段 如果再不行 立未记 听懂吗 谁生谁 还没读到耶稣 已经安息主怀了 根本不要吃正经机 OK 我们来看 21到27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请 以诺活到65岁 生了马土沙拉 注意听 马土沙拉 就是洪水要毁灭世界 所以以诺得到警告 在他有生之年会怎么样 有洪水 他敬畏上帝 以诺这个人我非常佩服 他连死都没死 就上天堂去了 OK 我们读下去 以诺生马土沙拉以后 与神同行 并且 以诺共活了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 这个人活得精彩吧 仗仪社都不需要 对不对 直接被提 旧列还有一个人叫以利亚 这是两个直接被提的 对吧 好我们看下去 我们来读第325节 25节请 马土沙拉生拉麦之后 又活了782年 并且生儿养女 马土沙拉 请问马土沙拉这一生你羡慕吗 活了几岁 然后生儿养女 然后又活了几岁就挂了 完全没有属灵的价值 就是一个人到几岁会 我们也许一百岁觉得很长 在神看千年 一日都千年 长短不重要 活得精彩重要 斯蒂芬活得短 马土沙拉活得长 马土沙拉活得长 可是精彩不精彩 由神决定 对吧 对不对 西西加 你去看以赛亚书28章 以赛亚对西西加说你快要死了 西西加转过头来说 神不能死啊 我还想活下去 以后以赛亚就转口说 还多15年 请问你 那15年活得好吗 非常不好 他离开了上帝 太骄傲 他把自己的精气 银气给敌人看 保险公司什么都保 就是晚节不保 很多人跟我讲 犯长老 我年纪大了 没有用的 上帝会造废物 请你回答我 大家一起跟我讲 上帝没有造废物 只有废物说 上帝造了废物 快点 有一个姐妹 先生过世以后 她又寡居了84年 一定很老了吧 对不对 这个人叫亚纳 路加福音 她84岁 并不离开圣殿 净食祈求 昼夜侍奉上帝 当人来到圣殿的时候 因为弥赛已经降生 他就对那些人 讲福音的故事 老女人 还有一个人叫西面 有没有听过 英文叫Western Face 这是我翻译的 我翻译的不对吗 回答我 很好嘛 那你为什么嘲笑讲员呢 我蔡英文呢 这位老的祭司 在圣殿里服侍主 他一辈子想 我这一生可以看见弥赛亚 圣灵感动他 现在弥赛亚来了 你赶紧跑去 当耶稣的母亲 耶稣的父亲 把小baby的耶稣 奉献给上帝 交给西面寿 他讲一句话 主啊 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 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所以求主给我们 这样的恩典 留在地上 服侍主 到天上去 享受无比的快乐 什么时候去 谁决定 上帝决定 留我们在地上 一定有事可以做 我每天为几百个人 提名祷告 有事做 我用LINE 我用FaceTime 跟人家谈 谈福音 谈圣经 有几个姐妹在台湾 有一个姐妹在西雅图 她们每个礼拜 用视讯 FaceTime 查圣经 感谢上帝 所以上帝留各位在这里 有没有目的 就是吃饭浪费饲料 穿衣服浪费衣料 开车浪费油料 死了还浪费棺材 母亲你也快到了吧 百人合唱团 要不要开始献唱了 上帝留你在地上 为他传福音 感谢上帝 我们也希望 每个人离开的时候 跟主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 你所托付的时候 我已经成就了 求神让我们活 而且活得精彩 彼得问主说 主啊 为什么现在我不能去 主没有回答他 彼得后来明白了 我再说一遍 彼得又写了伟大的 彼得前后书 对不对 他补充了约翰的 新天新地 感谢上帝 求神让我们知道 人生在神的手中 长短又神决定 人生像文章 不在乎长短 在乎内容 有人写得很长 没有内容 对吧 有个人写文章交给老师 他想今天一定得高分 因为写了很多字 老师在他作文上写 出师表最后一句 哇塞 我的作文的品格 这个水准跟诸葛亮一样 他最后一看 灵表气涕 不知所云 愿神师生给我们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我们继续传福音 好吗 好吗 为我祷告 将来如果我得了赏赐 我跟你们均分 那你们去唱 白人我没唱吧 你们从来不找我 求主联名 你们也跟风味一点 奖赏 可不可以 我们大家做黑道的 二一天作武 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感谢上帝 赐福各位 我们一起来传福音 到我们建筑面 我们盼望跟保禄一样 可以说 美好这样呢 当保禄呢 所信的道呢 愿主是恩 赐福各位 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谢谢你向我们说话 你的话绝会突然返回 要成就你的旨意 帮助我们在地上 现在不能去 将来一定可以去 你留我们在地上 有你伟大的目的 让我们在地上 趁着白昼 做我 做那 招我 招我来者的功 因为黑夜将到 就没人能做功了 赐福百人 赐福传爱 让百人能够唱出爱 能够传出爱 让更多 我们在台湾的同胞 得到福音的好处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祝福传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